来吧 说说你去年路虎缆车二手车多少钱买的 现在真是跌爆炸了 二二年的兄弟吧 虽然是个大地配 虽然他缺儿期 但是我就得意这种缺儿期的宝贝们 为啥 因为这种开的不行疼啊 你随便刮 随便碰啊 我只会原本原期的回来 我真添堵啊 家人们 一到小湖村或者细窄的地方 我皮案子疼 去年九月上我提新车路虎缆车五代新款的时候 很多人不理解 你一个二手车饭为什么要买新车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 我做一个二手车饭的 号称车圈销天前我对价格比较敏感 你说我买了一个二手车 开了一年赔的比新车多 你们还会给我点关注吗 你还会觉得我专业吗 说白了 我去年就给你们预判了路虎二手劳款 缆车行情 到今年肯定得跌爆炸 很多宝贝还不信 非得递这边缠脑袋你干 但是如果说你去年你干了 说白了成年人 很难听去像我这种汽车圈里边颜值博主的话和意见 这次的经历你全当花钱买认知老宝贝们 接下来今年整体一个二手车新车行情我每天还会给你们分析 说实话 赔钱是比较难受的 亏钱也是让人气蹦起来的一件事情 很多宝贝现在气的俩月都不来事了 我不能说把所有的行情给你拿提的非常准确 但是宝贝们准打个准 大部分90%以上的车钱我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我是出于你的角度 买车人的角度给你进行去分析 我也不希望你们给我产生任何利益关系 现在路虎新车行情跌爆炸了 如果真有大几十万百八十万的预算 路虎懒生运动和路虎卫视10这俩玩直接干新的 就这俩玩不吹牛逼家吗 不比老虎路虎懒生行政有名样的吗 如果你真想买一个二手老虎老虎懒生行政家人们 切记不要追求缘起 公里数少全程记录一手车 那就是满满灯灯 想买车预算不够 可以点击左下角打开懂车第二手车板块 里面有好驾中心 点击新车型就能看到各种降价车员和购车补贴